上海出国的很多的,最近两年年轻人多,移民的人多,哪里钱好赚,到日本也很多的,日本是不移民的,移民不了,但日本可以工签,工作签证,好像门槛蛮低的,其实像你们,如果学点日语到日本去打工很好的。 比上海工资也高吗? 那肯定比上海高啦,你吃得起苦就可以了,对吧?年轻嘛,身体好怕什么? 当然你有技术最好了,你会说会电汉工啊,对吧?你会尼瓦匠,这个就赚得多了,这个不管到哪个国家,只要到发达国家就赚得多,你到澳洲去干那个,你如果拿到澳洲的工签的话,你去干这种尼瓦匠,或者木匠,一天的话至少800澳元。 您身边游着去外国的吗? 我身边是有是有,但是这个信息是比较准确的,因为这个东西都看见了,很多的。现在不是上海,好多大城市,论出去了也很多,北京也很多。 还是为了主要挣钱了? 但是主要挣钱啊,你到澳洲去,你做个白领,一个月,比如说6000澳元的话,你送个外卖也是6000,那不一样的。 在发达国家,你苦活累活的收入不会比白领低,可能会比白领还高。 那是以前吧,现在? 现在也是一样。 现在也是一样。 以前听说到哪里,哪里洗盘? 你们年轻学门外语出去啊? 真的学门外语。 好好学,学了两三年外语。 日本工签很方便,南国也可以。 工签,工作签证,门槛很低的。 很多年前人家这样说吗? 到哪里洗盘子刷碗,工资很高。 现在还是这样吗? 一样一样,现在还是很高的。 我是上海本地的,我父母不是上海本地的。 等于我是第二点一。 当然我是上海本地的,对吧? 因为我生在上海。 但是我父母不是上海。 我父母是北方过来的。